江華石頭的清水岩溫泉露營區 在十年前發現是有碳酸氫納泉源 幸福是開發了全臺唯一的平地溫泉 露營區 在六號終於開末了 但當地居民就說這是名不符實 因為泡湯區都還沒有溫泉 讓不少遊客很失望 幸福也回應 因為泉源的濁度偏高 在進行洗井作業 還要一個月才可以達到水質的標準 泡腳池裡面有一滴水 溫泉的源頭干涸 戶外的SPA池也閒置長草 湯物的大門深鎖沒有開放 江華社頭的清水岩溫泉露營區 縣府主打是全國唯一的溫泉露營區 但卻看不見哪裡有溫泉 大家也很希望說來開放 大家來比較好 這個月六號 江華縣府宣布正式開末 不僅讓這個老露營區改頭換面 成為最大的合法露營區 還標榜可以在帳篷裡頭泡溫泉 但當地認為 最大的賣點溫泉始終不見蹤影 很難帶動觀光 雖然開幕可以露營 可是就沒有溫泉 地方的期待都很落空 尤其我們發覺是沒有溫泉 就沒有亮點 來到溫泉景的源頭 縣府正在進行洗井作業 陳觀處表示 這裡的泉質屬於碳酸氫鈉泉 全身達到一千五百米 露營區在今年三月底 點交給民間業者 十月六號開幕 但溫泉區因為泉量不足 濁度過高 正在進行洗井作業 預計要到今年底 才能夠完成驗收雨點交 張華縣府表示 每隔兩三年 就要進行一次的洗井作業 而每年也會進行檢測 確保全職的穩定 但是主打溫泉的露營區 開幕至今沒有溫泉可泡 也難怪當地的民眾會感覺到失望 記得林健身王龍濤 彰化報導